现在是在蒙特利尔旁边的一个小镇上面 旁边这条就是高速公路 现在导船了5点40分 这边是电车的充电车 然后这边是麦当劳 昨天晚上我们就在这个停车厂里面 我们睡了五个多小时 然后我们现在去麦当劳吃早餐 然后去洗刷一下 有卡车司机在里面洗刷 我也洗刷好了 在佩佩根省 潘大利沦北部就能这一边 都是山区 难怪说700多公里 要住8个多小时 酸多不得的 路上换女司机开一下 还有7个小时 我一开车就打瞌睡 没想到那边火烤虫 是这样吃的 怎么一样驰 吃粗糕要不得的 盐巴 在宝贝银子里面 你长开了两个多小时 然后又换不开了 我们在一个 这条公路的旁边就有一个停车的地方 然后休息一下 换一下轮开车 我给你拍一个拉扯 你看这个拍多厚 这800多公里都是在山区的路上 我们进去里面看一下这边的简易的服务区吧 这就是高速公路上面的 没有卖吃的 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服务区 然后我带你进去吧 看一下 这边打开以后 这边就分了男女 这个水是可以喝的水 这个是消毒毒液 然后就这样 一个洗手的 然后有沐浴露 然后有吹风的 然后这边最关键的就是有电源的 可以暂时充立客店什么的都可以 这个是小孩子的 然后这个就是两个可以去刷厕所的 特别特别的简单 活动方向的两个人 这只是 dipped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是巴略省的一个魁北客的小镇 米茶一个人去盖油厕去了 因为这边是密表停车我就只能在车上等他 这是啥呀? 全货 还在用的吗? 在 下来 那下来 再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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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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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有一些图片 有一些它的评价 其实也类似于开盲盒 我们最关注的就是 录影地是不是有热水去洗澡 因为每一天洗澡 我和米茶都感觉 能提升我们的生活的品质 我们订的这个营地位置 就是北美常见的帐篷营地的位置 30块钱一天 总共我们订了3天90块钱 米茶已经搞好饭吃了 米茶已经睡了 我正在剪辑视频 现在已经晚上快12点钟了 但是呢外面又有个车过来了 这就是这边常见的 就是长途旅行中啊 就是过来这边 就是打个等 睡一觉 然后第二天又赶路 总结一下7月5号 一天的行程 总共700多公里 全部几乎都是三路 米茶开了将近5个小时 我开了3个小时 花了8个多小时 因为这一条路呢 大家可以看到下面的渥太华 这条路呢 是大家浑穿加拿大最常走的道路 我们现在走的这条北面的路呢 是不长运走的路 总共呢 邮费花了137块钱 然后早餐在麦当劳呢 两个人吃了早餐呢 花了17块钱 然后住宿费呢 就是营地的 营卖费呢 是40块钱 好吧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这些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